在美股周四的盘前 美国劳工部是发布了上一周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这个数据 而该数据是大幅度的攀升到了328万人 比之前一周的数据28万1000人要飙升1067% 是创下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单周失业数据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那么在金融危机期间2009年的3月份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是在66万5000人 而再往前追溯之前的历史最高数据 也不过是1982年10月份的69万5000人 因此328万新失业人数这个数据 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一个失业水平 而这个数据对于市场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第一个官方的经济指标 能够反映出此次的疫情 对美国劳工市场的打击有多大 同时我们再细化一点看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说 在美国不同的地区 失业潮的程度也不同 比如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 失业人数是飙升了20倍 纽约州是超过了5倍 加州超过3倍 而被列为疫情重大灾区的 路易斯安纳州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也是大幅度的飙升了超过30倍之多 然而在市场方面 我们看到数据公布之后 这个美股的股指期货 却出现迅速的上涨拉升的一个行情 那么在开盘之后 也是呈现出比较强势的涨幅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 此前市场已经将世界数据会非常糟糕 这个消息的因素 是计入了价格预期新的事业人数 会在100万到400万这个数据区间之内 而公布的328万人 其实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范围之外 因此我们也是看到 美股在开盘之后的10分钟左右 三大股指都是呈现超过2%的涨幅